明星豆宝 也开通常客户 在第二页 绿松 火锅 南红 丁基层也真奇动眼 距离越好 它的变化就会越不明显 越真假 猜价值 专家抽死锅简 交付您火眼金睛 真正的达到高磁高蓝的绿松 它的模型就比较高达6 比玻璃 还要明显的硬一块 开源时 猜品质 两位淘宝高手现场牵授悬料技巧 我们这一处就玩家了 正常去拍这种闷不料的 一锤定电端午节特别节目 大开眼界之旋找纸上之乐 即将呈现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一锤定音的 大开眼界 端午节特别节目 今天是我们这个 纸上之乐 今天所有的现场展现的艺术品 都是把玩于指掌之间 这些物料 可能经过手指的温度也好 或者是抚摸之后 它可能会颜色会有些不一样 可能反出来的光泽也不一样 是的 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场上的 三位专家老师 我们欢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珠宝学院副会员长 郭颖先生 欢迎郭先生 欢迎中国文文行业协会副会长 于宏彦先生 欢迎 最后一位大家最熟悉的 来自首都博物馆 征集顾问 杨宝杰先生 欢迎杨先生 为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熟悉的明星代表队 欢迎 常宽代表队 欢迎常宽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常胜将军 对我记得是获得了两次冠军了 他在这就没输过 赢的是盆满泊满 我觉得今天他的竞争对手 估计肯定是有备而来 我们欢迎汪正正 郭老师说什么呢 常胜将军 他是常胜将军 那他是没遇上我 我是正正将军 哎呦 看看 诶 郑正哥 我也有这个 这两个先比 这情况啊 我一看不行 他好几届都冠军 完了我咔咔整 这天都干啥 不是那个 我那种猛面 不是呢 这回我也 我也可以演一回 孙男我退出 冠军 对 今天这把节目 也能上出去 好 两位还在开始 之前已经开始打下来了 但是你们两位 能不能赢得 是取决于你们背后的 这个咱们作为团的水平 对 欢迎我们的各位 资深收藏爱好者 今天在这儿呢 不仅是要眼力好 同时要有口才好 因为要混淆 对方队长的思维方式 其实很难 对 但是我们这个目的 不是为了忽悠到谁 是吧 我们是为了大家 在这个不同的宝物里边 得到更多的知识 对 你看打个比方说 这个长宽先生 他身上戴的这几样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都戴的什么好东西 对 就是一个 我自称是西州马脑的 一串手链 西州马脑 我自己拍了一颗大 这是欧洲用的吗 欧洲用的 还是西的 还是西的 西马 对 脖子上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我是喜欢红杉文化的 这是一个绿松石的猪笼 欲猪笼 欲猪笼 这个好 您从我们这儿 得的那几件奖品哪去了 在我家 供家 我们来听一下 汪先生 您这几件东西是什么 周老师和那个妹妹 这家长得就跟自己出场 我们的专家什么 一句话都没说 咔咔在那走词 干啥玩意 那说说您这个 您都带了什么草莓来 先给我点鼓励掌声 好 给你掌声鼓励 这都是我好多年前收的 给我们说说 这都是什么 这是那个云南宝山 杨柳矿的 哎 小细纹在里头 咔咔走 这时候要是有这个特效的话 你别人这边就闪着光 不是主场吗 主场我也得来点争格 这个是 你看吧 108 这都是宝山的 南红 哎呀 全带肉啊 这里头一点水都没有 看见 一点水都没有 看眼神 不是呢 那个正常 正常 你有点算命的范子 就我这些宝物 往这一摆 那都不说是金光散散 那也绝对是堪称完美 今天在这儿快递发了 王先生今天情绪非常的糟 我觉得这整个某宝店家 没错 势头非常猛 今天这集有意思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 玉雕大师 罗光明先生 罗先生 今天给我们的冠军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呢 什么奖品 这是一件产自内蒙 阿拉桑做起的一件玛瑙 玛瑙 交了一个抚面这样子 抚面 代表吉祥 辟邪的意思 基本上是随行的 随行的 自然天诚 好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说到这个执掌之间 我们会玩一些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涵盖的面非常之广 看看我还我手上这个 对你这个叫什么 绿松石 你这明明是蓝的 原来松石 它其实就叫松石 就是因为这个皇帝喜欢 他给他妈妈喜欢 所以他妈妈喜欢绿色的 所以叫做绿松石 其实这个涵盖比较多 解释起来太复杂了 今天我们这个头几道题 对 就先说说绿松石 是 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 变真假 绿松石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作为视频的宝石这一 近几年随着火烛 手串 手玩剑 小挂架的风靡 绿松石也一起艳丽的色泽 沉稳刚毅的铁线纹理 又重新成为的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过 随着而来的是各种优化处理工艺 像灌胶 浸胶 浸腊等等 都被用在了天然绿松石上 那么 眼前这三件绿松石雕刻键 哪一件是浸胶的 哪一件是浸腊的 哪一件才是真正天然的呢 它们之间又该如何鉴别呢 这一题是由邦郑郑来猜 你答对了 你加一分 你答错了 常宽加一分 我们请常宽团队先来一位代表 告诉汪郑郑 哪个是纯天然的 来 谁来 男的呢 可以真 可以假 关键是 要忽悠她 这个 兽星吧 应该是 为什么呢 因为 第一眼的感觉 女人靠感觉 就用感觉了 我觉得是 上边那一块 有绿 有蓝 这一块 它显得更自然 所以呢 那个 汪郑郑啊 觉得你应该显这一块 好 常宽 我说呀 我三块都是真的 刚才我拿那手电 我都照出来怎么回事的 那你还算我 你自己说吧 你是不是真要想得冠军 完了自己把我埋在沙碗里 不是 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里面也不是人 好 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说了也不对 不说也不对 那汪郑郑 我这是真的 最下边那块 最下边那块 这下给我 哎呦我的妈 我都活不起了 哎呦 你明白什么叫活不起 活的成本太高了 太高了 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 这累了 太累了 好 那么这块到底是不是天然的绿松石 请教 多颖先生 那我先来看这块老寿星吧 因为在老寿星的下半部 胡子的那个地方 里边出来了很多白颜色的小点 这些小点在天然的绿松石里 可以有 但几乎不那么常出现 那为什么会有小白点 在这么好的天然的颜色 没有铁线的质地上有 是因为它有后期的人工 注进去的胶或者蜡 这种有机质的材料 时间长了以后 有机质老化 在表面上会出来大量的小白点 所以这一天 经过了后期的人工的注胶或注蜡 好 刚才从现场的效果 我来看这个原石 咱们大家可能会觉得 原石的下半部 右下角是绿颜色 绿中偏蓝 上面是什么呢 是放黄的颜色 黄中还有绿 会觉得一个石头上出现这两个颜色 甚至于三个色调可能有点不靠谱 但是对于绿松石来讲 这是可以接受的 是完全靠谱的 而且这个石头啊 从图片上看 表面光泽不错 还有铁线分泌的非常的好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 但是 但是等伤了头以后 我摸起来有点黏 黏手 有点色 这个表面应该是有蜡的感觉 所以才有黏合色 所以这一块呢 是注蜡 或者表面浸蜡的绿松石 那答案就只有可能 是这一件 叫人物雕价 这一件是天然的 绿松石 没了 好 恭喜王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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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颖老师 把你那钻石竖一个起来 赶紧可以送钻石了 把这事重要事给办了 放这 放这 把它一会 放中间是吧 再赢 咔咔 再走 最后 先设计好这个 先摆中间 摆钻石的这样一个位置 好 我们想请教一下 禅宽先生 这您自己拥有绿松石 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也得有十几年 十几年了 你有没有观察它的变化 有 有变化 下一题跟这个有关系 对 也就是 我们绿松石要考的就是 在盘完之后 绿松石的颜色 会不会发生变化 好 那么我们的第二题 猜颜色 也就是最近两年的时间里 绿松石在文丸市场上 一军突起 价格一路飙升 究其原因 恐怕跟玩家们迷恋 绿松石的盘完乐趣 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绿松石自身的实质特点 确定了它经过盘完之后 颜色会发生变化 质地也会随之出现 半透明或微透明的 郁化效果 绿松石的品质高低 以密度和颜色来判定 在玩家的圈子里 密度又被称作磁度 磁度越高的绿松石 抛光后的亮度也就越高 具有着磁器般的光泽 至于颜色 主要有蓝色和绿色之分 颜色越鲜艳的 价值自然也就越高 所以依照玩家们的标准 只有盘完过 达到高磁高蓝 或者高磁高绿的收藏级松石 才能够称作资深的玩家 那么眼前这两件绿松石雕刻件 一件属于高磁高蓝 另一件属于高磁高绿 它们盘完之后的颜色 又会是怎样的呢 在这个环节收长宽来回答 好 是的 我们先听一下对方的意见 来 我觉得吧 它盘完应该能变成 尤其那个狮子 我觉得盘完以后可能变成淡黄色 淡黄色 淡黄色 鸡淡黄的颜色 下面那个雕像是龙 淡蓝色 可能会越盘越绿 绿的往蓝的偏 蓝的往绿的偏 蓝的还是蓝的 绿的还是绿的 这是你的答案 这是你的答案吗 这快再打一根吧 我听话 这个着急呀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对啊 不可能说 确定了是吧 好 所以长宽的结论就是 绿的盘完还是绿的 蓝的盘完还是蓝的 是这样吗 我们请教郭颖先生 来 绿松石跟其他的宝石不大一样 它经过长期的把玩 或者是放置老化 颜色会变 它本身表面有很多的 蜂窝状的结构 所以绿松石里边呢 又含了有一些水 时间长了以后 水分会跑出来 而且一旦跑出来了 再也回不去了 水分一跑出来 颜色咱就变 变什么呢 变的是色浓度 而不是色调 绿的还是绿 蓝的还是蓝的 但是呢 如果输了水以后 绿颜色会变得惨淡 蓝颜色也会变得灰暗 但是呢 我们反过来 咱们刚才的问题 它能不能经过盘完以后 颜色的变化 盘完 首先说我们经过长期的把玩 表面会像和田玉一样 出来一些包浆 那时间长了 这个包浆 首先是一个丰富的保护 那水分出不来 颜色起码可以不动 再加上长期的盘完 我们手上还有水分 甚至还有一些油脂 那这个对它的表面 就会起到一些提升作用 也就是说 绿颜色盘完之后 还是绿的 但是变得更绿 蓝颜色盘完之后 还是蓝的 但是会变得更蓝 谢谢郭老师 谢谢郭老师 绿的更绿 蓝的更入蓝 所以绿的没有变成黄的 蓝的也没有变成绿的 那么这两件呢 它的变化会不一样 右下角呢 是高瓷高蓝 左上角呢 这个绿颜色也是比较高瓷的 颜色比较绿 但是它们的质力还有差别 质力越好 它的变化就会越负明显 那哪个质力好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我呀刚才呀 去化妆间的时候 顺带手 顺了一个小镜子过来 这是一个什么实验呢 其实就是一个硬度实验 这个呢 那是绿松石 外表浑圆 它的硬度会不会很硬 给我们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软 这根粉笔 我觉得是硬的 对 它能比玻璃还硬吗 那不知道 你也算了 玻璃的硬度是多少 这是5.5的硬度 绿松石可能是不是比较软 对 松石里最软的 可以直接磨成粉 当成中国的山水化的颜料 炮素和面松 对 所以问题在这里 所以现在我来做一个实验 现在这个镜子 常观老师您看 完整的 那我就用它最平滑的地方 去滑一下 哎 一听那声 哎 我声听见了 哎 滑完以后可以看到什么 滑痕 常观老师您先看 很明显的一道滑痕 真正的达到高磁高蓝的绿松石 它的模式硬度是高达6 比玻璃 还要明显的硬一块 好 谢谢 来加一分 一颗小星星 一颗小镇石 好 现在打成了1比1平 盘完绿松石 首要的标准就是磁度 磁度低的绿松石 质地松散 不仅盘完不出迷人的磁器般的光泽 还会出现越盘越脏 越盘越花 甚至破损的现象 那么 怎么才能辨别出绿松石的磁度呢 看表面 磁度高的绿松石 表面光泽度就高 具有着磁器的光泽 磁度低的表面 看着有粉状的感觉 最顶级的高磁度松石 就已经具备了郁化的效果 用光照 很明显的就会出现半透明的感觉 还有一个辨别方法 就是看绿松石浸泡在水里之后 颜色发生变化的时间 像这块绿松石 在水里浸泡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颜色就明显的变深 这样的松石 磁度就低 而磁度非常高的松石 往往要浸泡一至两天之后 颜色才会加深 具备了好的绿松石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去盘玩它呢 玩家们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佩戴 不过这样佩戴出来的绿松石 接触皮肤表面的地方 颜色变化快 而没接触到皮肤表面的地方 颜色则浅 整体呢就会显得很花 不美观 另一种方法呢 我觉得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手指来盘 不过在盘之前 一定要将手洗干净 在具体盘玩时 一定要全方位的去摩擦绿松石 这样最终的颜色才能够均匀 如果是雕件的话 有些缝隙手指是盘不到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常用软毛的牙刷 来刷这些缝隙 从而让整体的颜色变得均匀 有些高瓷的绿松石盘玩时间久了 表面呢就会失去原有的光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极细的抛光板 来给绿松石抛光 让它重新恢复瓷器般的光泽 了解了绿松石的正确盘玩方法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经过了不同时间的盘玩之后 绿松石最多的颜色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两串绿松石是新的 一串是蓝色 一串是绿色 这是它盘玩了一个月后的颜色变化 这串呢是盘玩了半年之后的颜色变化 像这一串是一年之后的变化 这串呢是十年之后的颜色变化 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 大家往往很感兴趣于一个环节 因为我们经常在这现场切割解剖原石 是 我们平常大家看到绿松石啊 可能是那个绿松石里面会带一些黑黑的那条线 俗称叫铁线 这个特别多件 但是没有铁线的 那才是最顶级的绿松石来看 真的假的吗 我手上这串可惜不是我的啊 你看就是完全没有一丝的铁线 而且是纯天然 没有铸胶 没有铸腊 没有铁线 看着跟塑料差不多 你说确实是塑料 但是呢是朴素的塑料 这种叫塑料 就是很塑的料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开原石当中呢 就要请两位嘉宾来猜一猜 这两块原石哪一块是塑料 汪老师 这两块原石在外表上看呢 铁线都很少 但是您看上面那个原石 颜色更蓝一点的 这块 它在左边的有一道深色的线 那应该是铁线的一个 外面的一个露出来一点 我推荐您首选上面的一个 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时尚 但是它找到了一个线索 你看外面它有条线 这条线是切进去的 是吧 他们能找一个有铁线在外边的 给你猜吗 要不你选这个吧 反正那也没看着 好了 黄正正 做出你的选择 哪块是塑料 哪块是带铁线的料 我觉得这道题真的很难 因为它比较专一 但是今天你是正好撞在我枪口上的 我最愿意玩的就是绿中石 就是你的想象 哎呀 此处掌声给一下 哎呀 你把话说这么满 我有点担心 满着啥呀妹妹 你这个脑袋底那块 它肯定是带铁线的 也就是 黑底蓝肉 红台子上的这块 你决定它肯定是带着铁线的 它要没有铁线 我都不姓汪 不姓汪姓什么呢 还有一句是王 好 我们接下来现场验证 有请了这位呢 是这个行业的高手 三代从事绿松石事业 他是我的本家 也是我的同乡 有请朱志雄 朱先生一看他就是告何的人 这种短打的这个装扮 今天就是来给我们在现场开源 来自湖北的 实验 来自湖北实验 实验 竹山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绿松石产区 对 那您刚才说了 您家里是三代都是从事绿松石这样的一个事业的 那您看这两块当中 哪一块是有铁线的 您能看得出来吗 我可以看出来 看得出来 我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百分之百准吗 应该是准 百分之百 那这先不说 先不说 硬度挺高 好 我们把这个铁线 把它切进去 可以 可以 这里到底有没有铁线 汪正正认为这一块里面有铁线 大家请看 没有黑色的 这算线吗 这边算线 这边不算线 那话题话说 那个里边的一点线没有 才能算上塑料 是吧 那当然 如果这块是一点都没有 那就是您所称的塑料 我们来看看这块 来 一 二 三 好 朱先生 您来评判吧 是吧 哪个算有铁线 哪个算塑料 来 就说是单不论这个料子而言 第一个皮比较厚 对吧 然后露头的地方不多 另外呢 就是说是从这个露头的位置感觉 然后里面不干净 肯定是有铁线 对不对 然后现在咱们切开了以后 比想象中的还好点 比想象中的要好一点 这就属于堵盈了 证明这个料子堵盈了 也就是说这个料子 现在这一半有铁线 一半没有铁线 那一件算塑料吗 这一件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塑料 大家首先看一下 中间这一块黑 它是切的时候 那个刀片磨到上面 磨上去的黑 这个稍微尝一下 它都可以掉 所以说这个料子 可以说百分之百的塑料 作为雕刻来讲的话 这个料子可以做雕刻件 叫塑料 那您怎么没把那刀片 磨在那块料上呢 没问题 没问题 那股实在不对 这就是想象 这样 咱们现在把机器再打开 继续把这一块 三块弄一下就没有了 这我都赢了这事了 还在那较劲 让人再切一下 干啥呀 我纯的切这么浪费 我磨一下 别切了 那一克很贵呀 好 其实在把这个刀片的污染 磨开之后 是一个 还是塑料比较干净的 所以呢 在这个环节当中 方正正再加上一颗钻石 恭喜回答正确 2比1 接下来是长宽的机会 是 我们继续还和原石 在讲故事 看皮子 猜里边的颜色 来 绿松石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 它颜色是不只是绿的 有偏绿的 有偏蓝的 还有偏白色 我们要让长宽 来猜 你任选一块石头 猜 它里边 开出来的绿松石 是什么颜色的 来请长宽和汪郑郑 全体团队上场 来 好了 长宽先生猜的 他打算猜这个 他挑了这个 这外边发白了 这已经 但是我摸了一下 好像就是面 好像 长宽选的这块 原石开出来 会是什么颜色 我觉得切开是绿色 开出来是绿色 那个虽然是白色的 但是它的密度就很重 所以它密度肯定很高 属于高词的 它不可能是白色或绿色 我觉得应该是蓝色 蓝色 对 对 密度高 汪郑郑 我比较有原因 白皮那绿料应该是对的 来 长宽老师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 如果那白皮的那个 开出来的是绿料 那就翡翠了 它到底是白还是蓝 发白吧 发白 看看这块原石会不会是表里如一呢 我们来开开看 来 哇 这么快就切开了 很快呀 说明这是一块面锁 这比刚才那好切多了 我觉得 你别说 我觉得呀 这块密度高吗 有点意思 你终于对绿松石感兴趣了 我们一人拿一半打开给他们看 好吧 好 来啊 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什么来着 先白色的 三 二 一 开 我实在是表里如一的一块 这块实在是太好了 这才叫塑料 这种尿子它属于什么呀 属于白烂尿 如果要是现在的话呢 就必须要优化 青椒 它本身是不够完美 密度不够高吗 密度太差 密度不够 面松 对 真是面松啊 真是面松 来来掌声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给他一颗钻石 给他一个钻石 我怎么看出来的知道吗 因为刚才切前面那块可费劲了 切这个塑就过去了 是吧 这不值钱吗 这个 这个值不到多少钱 这值多少钱吧 您就过个借 这个一般的话就几十块钱 给我了 几十块钱就够了 我要了 这归我了 我拿回去 好 先给长宽 加上一颗星星 恭喜您 回答正确 好 请教一下 郭老师 今天我们这几块 有蓝的 有绿的 有白的 在他们的这个硬度一致的情况下 说实话 哪个贵 那现在蓝颜色卖的最贵 蓝颜色 当然还要考虑到质地和铁线 其他问题 中复来 好 都需要终合考量来判断 朱先生 今天也是从咱们湖北 是吧 背了一吨多石头 到这之后 挑了这么几块 切给大家看 为了让大家长这个知识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好吧 好 谢谢朱先生 今天带来这些 绿松石的羊石 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 说起来 其实绿松石在我们国家 把玩收藏的历史很悠久了 对 年代非常的久远了 我们来听杨宝杰先生 跟我们讲讲这方面的历史 杨先生 来 有请 这个绿松石 我们看在好些古代的 就是那个玉器 还有青铜器上面 相当好些绿松石 古人找绿松石 不像现在是这种框 都是镶嵌的片石 当时人就在比较尖壳的地方找着的 所以他把那个松石 它切成一片一片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镶嵌在键 或者在铜器上面比较多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和缅甸琥珀这四大类 那么从收藏价值来说 这四个产地的琥珀 依次从高到低的排序 会是怎样的呢 那么接下来绿松石的事过去了 我们现在来讲琥珀 四种世界知名的琥珀 对 分别是缅甸琥珀 中间这个是墨西哥琥珀 再来看这个是多米尼加 最后旁边这个是波罗的海的 波罗的海琥珀 我们的问题就是要来猜猜价格的高低 这道题目由汪正正来回答 请你准确地排出这四种藏品 他们的价值顺序 只要错了一个 长宽得一分 这个难度有点高 我们可以听一下对方的意见 来 我们先听一个专家的意见 我们还是问一下林先生 林光严先生 汪队长 这四种琥珀 您看哪个最好看 应该是波罗的海的最好看 最亮 我看 对 所以我建议 我看缅甸的最好看 然后那个左下角 那个是多米尼加的那个蓝破 所以我建议你第二个选这个多米尼加的 第三个呢 选缅甸的那个跟破 然后最后呢 最次就是墨西哥这个 墨西哥 这是我给您那个建议 好 你愿意全听也行 反正 再来一个 我的建议是那个 按那个足球水平排一下就行 足球水平 对 我觉得墨西哥这个肯定是最贵的 这里边墨西哥的足球踢的最好 对 墨西哥最好 那玩最破墨西哥 好假 他还排在第一了 球踢的不错 琥珀真不辣招 从高到低 排序吧 把他排序排出来 告诉我们第一个是谁 缅甸 第二个呢 多米尼加 把波罗的海放在第三 就把那刚才说那第一 那给我扔到最后边去 墨西哥这个放最后是吗 对 好 墨西哥这个放最后 我们来请教 郭英先生 他的排序正确吗 我来解释一下 那产出量的稀有程度 从它的价值来讲 那这里面最常见的 应该是波罗的海的琥珀 波罗的海是一个周边国家 大概有十几个国家 包括英国 区安利 意大利 俄罗斯 包括北欧四国都算 那这些国家出产的琥珀的总量 可以达到全世界琥珀 贡用量的65%以上 所以它的数量最多 也相对来说 珍惜度相对比较少一点 而再往上排一个呢 应该是谁呢 就应该是墨西哥的绿珀 这个颜色发绿 曾经有人把它当作蓝珀来销售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绿色调的 因此它的档次稍低一点点 而再往上一个级别呢 就应该是谁呢 就应该是这个根珀 商业上也叫做珀根 它呢是缅甸的矿珀 其他地方是海珀 但是缅甸的矿珀呢 距离非常的坚硬 所以你看它上工会上得很细 而且数量非常的稀少 缅甸的矿珀能够从前往后排 排到第二名 这里最珍贵的是谁呢 就是左下角这个标准的蓝珀 也或者说是多米尼加的蓝珀 但多米尼加所有的琥珀 在全世界的产量不过3% 而当地的蓝珀 顶级的天空蓝 在当地来看 产量又不足当地产量的1% 也就是蓝珀 整个的产量在全世界里面 10公斤里面 平均只能出3克 所以从珍稀程度上来讲 那应该是多米尼加 缅甸 墨西哥 波罗的海的顺序 谢谢郭老师 我也长见识 但是这道题 对我们这些艺人来讲 确实很难 但是我 输的福气 心服口服 不过也就借这个机会 让更多人了解到 到底新疆琥珀的价值是多少 一百万人都明白了 那不止好事吗 比我还是赢了 你付出了小小的代价 让大家得到了收获 尤其让长宽 再收获也没心情 超远都香 如果说到琥珀 到底是什么样的 琥珀雕刻百件 才有收藏的价值呢 我们来看一段小片 如今 随着琥珀热的年年升温 琥珀雕刻作品 开始大量涌现 并且越来越多的 受到了藏家们的喜爱 那么 什么样的琥珀雕刻作品 才值得收藏呢 琥珀从材质本身 有高低规见之分 但是这个琥珀雕刻作品 收藏呢 却不应该把材质 作为首选 任何能备 称作收藏起的艺术片 它的材质 并不是起到 唯一主导的作用 作品本身的创造力 富含的艺术性 才是它值得收藏的根本 像这个琥珀雕件 就是一个 这个市场上 比较常见的 就是翡翠啊 南红雕刻当中 经常用到的 观音和佛类的题材 那么到每一个 这个卖琥珀的精品店当中 大家都会看见 这样的这个大宗题材 本身材质非常好 是商品当中的一个精品 但是却不能作为一个收藏 首选 收藏品一定是这个 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 因材实雕 是雕刻行业不变的真理 受到材质自身缺陷的限制 琥珀也有着不适于雕刻的题材 琥珀雕刻材质呢 相对来说比较软 很脆 所以是不适合他雕刻那个 过渡镂空啊 这种作品 就像这件作品 这是完全模仿了这个 翡翠啊 和南红雕刻的这个 螳螂不禅一个题材 费了很多功夫 受这个材质的限制啊 又不能把它做得 这个微妙微笑 吸之入微 好的琥珀雕刻作品呢 应该是能拿在手里 然后呢 也暗含这些小镂孔 这个镂孔呢 你是能看见 但是你摸不到 不容易损坏 那么呢 就更有意义 把揽在手里头 雕刻作品最迷人的地方 就在于 它的立体感强烈 可是 琥珀的高透光性 却又制约着 雕刻主题的立体展现 那么 怎么样 既能避免这个难点 又能增加琥珀雕刻作品的收藏性呢 如何回避这个 这个琥珀这个高透光性的 种制约 就是我们一般通常采取一些 这个雅光处理 就比如说像我们刘刀痕 既规避了这个 琥珀这个高透光性 又让那个 琥珀本身 雕刻出来这个 这个作品的质感和立体感 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同时呢 每一个刀痕 它都记录着 一人对这块琥珀的 每一个细节的信息 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更具有这个收藏价值 独特的创意 精湛完美的雕工 这也只是收藏 级琥珀雕刻作品的基础标准 对于顶级藏品来说 还需要具备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琥珀是亿万年前 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洗衣宝石 好的琥珀雕刻 应该是既要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又要记录着实在的特征 去放大它迷人的美 保护这份自然馈赠 留给我们的后世子 两件都堪称精品的琥珀雕件 究竟谁的价值会更高 你看那皮啊 雕得跟那个蝉橱色 一位陶原石的高手 又会教过我们哪些悬料技巧 比如说这一位漏点吧 你把这点靠上的话 它里边的透光率会很增长 才智和创意 在南红雕刻作品上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就是让我输 宝山 梁山 南红两大产地 又该如何辨别和区分呢 它很铁高 所以它满 对 你说它是 它就是宝珊 我也不说它是宝珊 因为它拆了 一锤定边端午节特别节目 大开眼界之寻找至上之乐 与您一同揭开迷迷 盘手串 铁文化 小小手串 把玩万上之乐 这个手串就记录了你这一段生活的状况 挑菩提 便利浪 百年老串见证向上之趣 说完了我瞬间的已经凌乱了 开丽松 模糊破 顶级藏品寻找至上之乐 一锤定边端午特别节目 大开眼界 重邀您的收看 随着近十年来国内市场琥珊热的不断升温 以琥珊为材质的雕刻作品 早已成为了收藏民们最青睐的收藏种类 那么 眼前这两件琥珊所玩件 一件是由缅甸琥珊雕刻而成 它的尖破部分雕刻成了身披战甲的犀牛 动感十足 踪破部分的底座又保留了琥珊的天然实体 一除一细 一闻一动 彰显出了雕刻工艺的精湛 而另一件由波罗的海琥珊雕刻的米勒佛 材质纯净通灵 属于海坡中难得的尖包蜜 外围的尖破被雕成了全区的荷叶型 里面的蜜蜡则被雕成了笑意连连的米勒佛 开脸精湛 贵气逼人 那么 这两件同样都为收藏几点的琥珊雕刻精品 它们的价值哪一件又会更胜一筹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具体作品的价值 这道题由长宽来答题 这道题跟刚才那个比一点都不差 很难 刘欣 我觉得这两件雕件 首先那个米勒 它这个题材就雕的比较多 但是这种犀牛这种题材 我觉得雕的特别少 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 我觉得这犀牛雕的特别棒 米勒买式都是 对 这犀牛真的很少见 而且这个犀牛我看 这个寓意很好 动势也非常棒 你看那皮雕的跟蝉厨似的 就是饭店门口 蝉厨 对 把犀牛雕 说成是蝉厨 它的寓意也好 雕工也好 再一个材料也棒 它绝对是很好 好 来 长宽做出选择 这个米勒的这个雕的非常好 但是这个作品就是什么人都可以雕 而那个呢 看来只是大师的风格 才可以去这么想 我们都有中国梦吗 当然是那件怪 你确定 请问专家 来 首先说呢 从它的原料上来讲 左上角这个波罗的海的琥珀 它的产量巨大 它的原价值并不是特别高 而右边这一件呢 很明显 那这个呢 是缅甸的矿破 它的数量比较稀少 价格比较高 第一点 财劲上 它胜一分 第二点 波罗的海的海破 因为是海破 所以它呢 比较柔和 不容易崩茬 崩刀 而这一个呢 缅甸的矿破 虽然硬 但是也脆 如果雕的时候 力量稍微大一点 可能料就会崩掉 甚至于碎掉 所以从雕工的难度上来讲 那自然又是右边的缅甸矿破 胜出一分 第三一点 这个缅甸的矿破硬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犀牛的脖子 后脖梗的这个地方 留了刀痕的拉丝痕 这个拉丝痕 留出来有两个含义 第一 证明是手工雕 第二 证明呢 它的这个工非常的细 一刀一刀一刀拿出来 所以呢 这个料呢 它的难度是相当大 因为脆 一加劲 就脆 但是不加劲呢 料又硬 所以它的难度是很大 那从工艺上来讲 这个又赢一分 因此我个人认为 在这两件作品去PK的话 右边这一件 缅甸矿破 完胜 完胜 好 完胜 艺术品完全是一个个性化的东西 它求演员 你比如说 你心中有弥勒 你可能看到的是弥勒 你心中有癞蛤蟆 你把犀牛看了也是癞蛤蟆 这是一个演员的问题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再加一分 现在四比二 好 恭喜长宽 再加上一颗兴趣 接下来我们琥珀 跟刚才那一样 我们把原石给弄来了 其实挑这个原石 也是有讲究的 比如说你要到市场上去挑原石 应该从什么样的颜色呀 大小啊 纹路啊 怎么来挑 我们现在就请了个朋友 到这个文化市场上去挑原石 来看一下 琥珀 有着迷人的光影色彩 散发着晶莹温润的质感 凝固着亿万年前的时空瞬间 无需雕琢 时间赋予它的天然之美 就足以让人爱不释手了 清晨八点 云南统冲 每五天一次的琥珀集市 已经人头攒动 熙熙攘攘了 自从八年前第一次解除火炎之后 岩冰就被他彻底複火了 差不多每隔两三个月 他都会来通通 尴尬集 淘淘红获原石 大陆世界里 他已经研究了一束火炎前进 成为了名不及时的 淘原石的高厘手 现在的琥珀原石市场 大概分成三种料 一种是焖头料 一种是全明料 然后再是这种的半明料 从下面给光的话 整块料忽明忽暗的 蜜片阻挡了光片 所以说形成这种现象 忽明忽暗的现象 就证明它的裂物很多 裂片很多 随着近几年 琥珀市场的成熟 好的琥珀人士 已经在集市上 本来看到 要想看晶片 就只能去分布 集市周围的 琥珀店 哇 这么大个呢 挑选琥珀原石呢 不能被它的大小所迷惑 只要是看了 它里面的成色 有没有裂了 或者是杂质了 这些东西了 老板 这什么价 这个25万左右啊 哇 真够贵的了 这个您切出来 四个地方大的巡头啊 这个巡头一条 高大8万左右啊 这么大一块料 才能出四只手镯 它的出生米率啊 才达到百分之十几 所以说呢 这个琥珀的精品 真的来之不易 琥珀也像翡翠白玉一样 最好的原料 都用来做手镯 其次才会打磨 雕刻成各种随形的摆件 手玩件和挂件 琥珀的另一个迷人之处 就在于它硬度低 很适与自己打磨 亲手去体验那种惊喜 出自于指尖的快乐 老板捡的大漏了 琥珀剪辣漏 两年以前捡的一个更大的漏 哇 这是我两年以前买的一块小料 这是一只虫还是两只虫啊 这个是两只虫 应该是两只在背的蚊子 在交配的虫 哎呦 你有更清晰的图片 我看一眼吗 有 哇 太漂亮了 缅甸湖或原始的出产期 分别在七月到十月的雨季 和十二月到来年五月的旱季 斜坡因为分布在地表上层 所以是在雨季开采 而其余的像尖坡 蜜辣 棕坡 根坡等等 因为分布在地表更深的地方 所以就得到汉季才能开采 而六月正是琥珀原始 青黄冻结的时期 集市上销售的绝大多数 都是琥珀的成品 要想逃原始 还真不是个好时间 这毛料呢 虽然说市场还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毛料 有的地方能找得到 在腾冲 有许多这种由边管改建而成的琥珀交易市场 所销售的琥珀也都以原始和粗加工的半成铁为主 来这里逃货 也大多是经营琥珀的商家 这种料就是刚才我们见到老板身上带着那个随行打磨的原始 老板 什么价这个原始 三条六块 全部买走两块 这块料呢 有可能是坊坊坊坊坡 老板 有水吗 要把琥珀洗一下 就相当于把那个蒙沙玻璃呢 打上水一样 然后呢 它会变得更透明一些 更清澈 里边内部结构啊 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是一个小窍门 半根半破呢 就是缅甸琥珀的一个品种 如果不透明的地方呢 颜色是偏黄或者偏白 它属于根破 如果里边要是透明的话 它就属于琥珀 如果根和琥珀的结合 就叫半根半破 你看看这块料 也不错 能出点东西 完全可以出一个 1.8到2.0的珠子 也就十来分钟的时间 颜彬就从这一大堆的 琥珀原始里 逃出了这四块饱料 按他的分析 这四块原始打磨之后的价值 应该至少能翻一倍 行吧 就这样 好 我们着 验证颜彬眼力的时候到了 它的预期能否沦陷呢 我们逃到的四块料呢 已经打磨抛光完了 单单这一个珠子呢 市场的价值呢 就是1,000块钱左右 这四件东西 总体上来算的话 应该在2,000到2,500 这真是一块原石啊 这从里到外 反正这外边看 它就是一个火山岩 感觉因为有好多这个小孔 是吧 对 就是那气泡一类的东西 是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 这块琥珀原始开出来之后 它会是根破 还是米辣 这题是汪正能来回的 你可以 你除了咬它之外 你对它干什么都行 你真咬啊 为了它的牙 找奖给你拿回来 这也太厚道了 这足里头 这队伍 上次我来就啥都没得着 来 你需要听吗 还听吗 度日如年 还听对方说吗 不听呢 不听了 告诉我 根破还是米辣 米辣 米辣 好 它外边已经泛黄了 好 我们请上我们的这个 琥珀雪料高手 颜斌先生 来 有请 大家好 颜然你好 你好 这是您带回来的这块琥珀原始 是的 当初您挑的时候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所以把它带回来了 这块料跟我是比较有缘分的 还是有缘分 我接吐它的时候 商家开价是三万 然后很多人都不敢买它 因为这块料 完全是闷头的 一点都没露出来了 一点都不露点 刚才我们的嘉宾说了 其实它那黄的都冒出来了 汪哥的观点 其实我也很赞同的 您觉得它是比较 对 有点米辣的影像 但是不敢完全确定它是米辣 这开它呀 不用使刚才那个机器 我们使这个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都是什么东西 这么多细菌 错刀 牙膏 BB油 加砂纸 BB油一般都是磨完以后 涂上以后它显得更鲜亮 牙膏用来干嘛 牙膏它里面含眼磨剂 因为到最后 细菌纸上完以后 在上一层牙膏 它的光量会更好一些 其实就是为了抛光 手电我带来两个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一些 什么原料的时候 都要用手电筒 到底这手电筒 怎么来才是正确的使用呢 大家演示一下吧 演示一下 怎么来正确使用这个手电筒 比如说这块料是散光的 大家看的时候 肯定要这么看 转转看 看整体的橙色 但是这个聚光手电 它只是一个点 它的光线很小 但是这个手电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这一个漏点吧 你把它点靠上的话 它里面的透光率会很深的 所以这就是聚光手电筒的作用 就是CT和核磁共振的区别 刚做完现在这人 好 那现在就请开一下 看看到底里面是蜜蜡 还是根破 行 大家一起见证 先用大挫子 叫这么挫 一挫就掉了 看来 先粗后细 是吧 好像看见点肉了 这已经漏了一点 漏肉了 光的光源 接着来 用大小不一样的挫子先挫 挫完之后用砂纸 它这事就是得从大到小 这是用120目的砂纸 这都是手一活 好 现在擦的这个 擦出来了几块明显的肉 这烙猪 已经漏了两点了 您看 这两点都很深的 而且光源面积也很大的 我肯定是争取了 我不建议出去玩家 经常去拍这种焖头料了 因为这种料 从原产地到北京 已经被筛选过十几次了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价值 但是有一点例外 就可以弄些小料 回家自己开开看 然后打包成小薯串的 见面的 这也不妨 特老师来看看 开现在的程度 我们是不是能够判定 它到底是什么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结果 非常的明显 蜜辣 是关系不大了 应该肯定的说 应该是半根半破 确定它不是蜜辣吗 确定一定和肯定 确定一定和肯定 它不是蜜辣 所以最终的答案 应该是跟破 我们恭喜长宽获胜 好 谢谢郭老师 最后料呢 我只开了三分之一 剩下呢 原皮我打算保留 我想请问 我为什么要保留这些原皮 是因为 把这接下来原皮开了之后 可能价格就不够高了 没有悬念了 对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建议大家 以后买琥珀的时候 不要把原皮 全部打磨干净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好的雕刻师呢 它会利用这些原皮 做雕刻的 巧啊 你比如说这块原石吧 它的颜色近木色 然后呢 凹凸不停的地方呢 又有点像石头 雕刻师可以把它雕为 山呀 树呀 总之利用空间很大的 好料配领工 必出典藏品了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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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红马脑 实质 现在我发现了 现在我发现了 我来这儿啊 就是来陪衬来 车甲给的 这个题给的 到我这儿 全是专业专家的题啊 到他那儿 全是小学生的题 我就跟你讲了 这红的最贵 你就选这个 我们看这个手把剑 看上去像是一个 整颗的原石 我们来看看 它是打开之后 才是雕刻的 内有乾坤 把它抛开之后 我们来问一下 汪延先生 有什么建议给长宽 左手这边 这个应该贵一点 因为我感觉 它是这个 南红当中的 这个狮子红 据说狮子红的价格 可能会稍高一点 因为从这个雕刻来说呢 这两个龙凤城祥 合在一起啊 这是我见过的东西里 这是非常讨我的心的 那个蓝的鬼 这个龙凤城祥 价格高 对 好 还是郭老师 右边那一件呢 做的是龙和凤的题材 它做得非常的巧 把它中心一剖为二以后 掉了一对的题材 一只龙一只凤 散而成章 合而成体 效果是非常好 那从商业的价值来讲 往往是上面这一对 要高过下面的一个价值 是因为雕工设计 对 再加一颗星 五星加一钻 这不明摆子的事吗 就是让我 新加一钻 好我们恭喜 常宽在这道题呢 是得到了一颗钻石 最后一题 最后一道题 我们看到两个南红的原料了吧 南红玛瑙是玛瑙中的一种 但是在我国它有两个著名的产地 一个是在宝山 一个是在四川 对 所以它会俗称是宝山料和川料 这两个料看上去 从颜色上 色泽上完全是不一样的 请问这两个 哪一个是宝山料 哪一个是川料 有请 王振振 要听一下意见吗 一般现在都说 四川的没那宝山的柜 好像有这么个说 宽红 另外它也不能就明着 把那宝山处的红成那样 摆在咱们眼前 有白 有香尖的 有翘色的那柜 这个是宝山料 这个是川料 你听吗 不听 我就给他猜 王反了猜 他说那白的是宝山 我就不说它是宝山 你说它是 它就是宝山 我也不说它是宝山 因为他猜了 我猜这红的是宝山 这是宝山料 我手上的这块 它是云南宝山料吗 郭老师 这块看起来非常明显 恭喜 汪振振 这块是宝山料 恭喜你 宝山料的出出特点 叫满色满肉 而这一块就是满色满肉 因为里边有大量的 红颜色的颗粒状的 点状的包裹体 就是铁矿的包体 所以很密集 我们看起来就有一种肉质感 但是川料 为什么不如宝山料呢 是因为里边的 点状包体比较稀松 我们看一下颜色浅淡 透明度高 甚至还有偏白颜色的地方 没有点状包体 所以它不够满色 也不够满肉 它含铁高 所以它满 对 颜色白红 谢谢 所以这两块是非常典型的 带有宝山特色和四川特色的 男后妈脑了 没错 你就别给我了 好 来 我们看看最后的比分 今天最后的比分是多少 那是3比6 好 恭喜长官 接下来我们请玉交大师 罗光明先生 为今天最后的获胜者 长官队导 他获得的是这样的一件 阿拉萨马脑的随形 也是挂架 也是挂架 当时的挂脖子上 好 谢谢 长官在我们这 三战三胜 同样的我们也有奖品 送给汪正正团队的队员们 每人愉快 商务手表 感谢你们的参与 我们也希望各位从收藏之中 更多的获得乐趣 再次祝各位 节日快乐 好 祝各位节日快乐 再见 小串猪大收藏 明星各亢 专家点评 这个在中国的古代的木头里也有名 看如何盘完手串 又如何辨别真假 辨别木头分五种方法 行家领年逛市场 淘宝 简陋 市场源头探价格 写了一个槽子 一锤定烟端午特别节目 大开眼界 万上之美 敬请收看